第一章八年后的秦宇上 时光流逝 距离小村那场 一人独占过白马贼的大战 已经过去三年了 秦宇也从当初一个咬牙苦修的八岁志童 变成了十六岁的真正外公高手 十六岁 在乾隆大陆正式规定的成人年龄 小鹿受重伤 被秦宇带到了云雾山庄疗养 而铁山也被带到云雾山庄 跟云雾山庄中的高手开始修炼 二人父母双亡 也就安心在云雾山庄住下 只是经常回村子看看 微风阵阵 风卷落叶 云雾山庄大门处 两守卫正彼此轻松谈笑着 小天 这次出门三殿下 似乎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回来了吧 一年龄比较大的守卫 对着另一边的二十多岁的守卫 笑着说道 年轻守卫点头笑道 自从三年前三殿下回来 就经常出去 一次出去十天半月也是经常的 不过三殿下真的修炼够努力的 就是 每次从外面回来几天 在山庄内 都是一天到晚拼命的修炼 说道这 年轻守卫很是感叹 年长守卫摇头道 小天 这就你不知道了 你才来几年 还不知道三殿下训练到底有多刻苦 当初三殿下才八岁 那时候他训练的恐怖 就已经让我们这些精兵看不下去 八岁啊 你无法想象 别人家的八岁孩子都在玩乐 三殿下 却是从早到晚在训练 那种训练 比猎虎军的训练 还要苦得多 年轻 守卫点头 云雾山庄的精兵 守卫仆人们 一开始是对小秦宇关爱藤西 而随着秦宇的极限的训练 那些精兵守卫 以及仆人们 却是心中越来越佩服秦宇 而最近三年 镇东王秦德 只来过云雾山庄一次 小天 看 三殿下回来了 年长守卫 陡然眼睛一亮 指着高空说道 顿时年轻守卫也抬头看去 高空之中 一巨大的黑鹰 展翅高飞 这黑鹰比一般的鹰 整整大上一号 还不止 那鹰头金色的毛发 犹如皇冠一般 那锐利的如电般眼神 扫视着下方各处 霸道之气 骇人无比 那双 利着闪发着冰冷的光芒 没有人怀疑起 锋利程度 如此巨大的黑鹰 估计落于地上之力 都有人高 在这黑鹰之上 正盘膝坐有一黑衣青年 只是黑鹰飞得太高 一时间 无法看清青年模样 陡然 巨大黑鹰俯冲而下 那青年也在鹰背之上站了起来 此刻下方的守卫 完全能够看清青年的模样了 青年有一米八左右 脸上棱角分明 总是有着让人亲切的微笑 而他的身上 只穿着一特殊材质的黑色背心 以及一黑色长裤 那黑色背心 将青年的肌肉 完全凸现了出来 小黑 你自己去觅食吧 青年轻力地拍了拍 黑鹰的被说到 在高空白米左右 青年竟然直接从鹰背之上 急速冲下 身形如同闪电一般 片刻就落到了地面 那么 急速的俯冲 竟然没有引起丝毫风声 拜见三殿下 两名守卫 立即单膝跪下 恭敬道 蓝叔 阿天 今天是你们值班啊 好了 我先进去了 以后再聊 秦宇对着两名守卫笑着说道 也不强求这些熟悉的 守卫不跪下了 他也明白 这是王府的规矩 秦宇直接朝西院走去 一路之上遇到的仆人 看到秦宇 都显得十分惊喜 哈 在外面苦休 确实不如山庄中舒服 秦宇将身上黑色背心 脱下 砰 被一声扔在地面之上 这背心砸在地面之上 声音竟然大得出奇 仿佛钢铁砸下一样 这背心是黑金丝支撑 其重无比 黑金 珍贵无比 比黄金珍贵百倍 秦炼器高手将黑金拉成丝 然后支撑一件背心 这么一件一百斤重的黑金背心 乃是无价之宝 这是秦德上一次来云雾山庄 送给秦宇的 黑金背心 不但可以保护身体 也是一件非常好的负重训练装备 秦宇自然很高兴地接受 脱下双手护臂 以及腿上护腿 秦宇整个人都完全轻松了 三百斤 即使在外苦修或者睡觉 秦宇都是不脱的 此刻可是要进入温泉中 好好全身洗洗 脱掉三百斤的负重 秦宇舒坦无比 温泉 我想死你了 秦宇哈哈笑道 穿着裤衩 露出精壮的上半身 跳入了温泉之中 呼 爽 真爽 秦宇舒坦地常常呼出 一口气 这云雾山庄温泉 虽然神奇可以改变体质 但是秦宇小时候经常泡 已经无法继续改善体质了 可是解除疲劳的功效 确实还依旧了得 在水中舒坦地躺了半个小时后 连岩走到了西院 小雨啊 我就知道 你一回来就来到这 差不多全身舒坦了吧 还不上来 连岩可是专门等半个小时 估计秦宇差不多泡的全身 舒坦了才过来的 连爷爷 稍等一下 秦宇将温泉岸上的黑金背心 护腿护臂都洗洗干净 直接冲向温泉旁的一房间 那是换衣的房间 片刻 秦宇换了一身 干净的衣服走了出来 连岩看着秦宇 眼中近视慈祥 看着一个孩童长成人 连岩心中也满是欣慰 小雨啊 还有三个月 就是你十六岁的生日了 到时候 你父王也会在王府大请宾客 为你举行成人礼 你一定要记住了 别出去游玩得过头了 连成人礼都不回去 连岩笑道 放心 我自己的生日 我怎么会忘记 成人礼 到时候 王府肯定人多得吓人啊 秦宇感叹道 他想起了四年前 自己的二哥秦正的成人礼 那时候同样的人多得吓人 这点字不必多说 郑东王世子成人礼 就是皇帝 都要派人前来 整个楚王朝的权贵 大多都是要来的 连岩一笑说道 确实有着一丝傲气 毕竟郑东王 在楚王朝地位之高 可以说仅次于楚王朝 皇帝 好了 小雨 我不打搅你了 对了 小山和小鹿 都回村子看望去了 你回来真不巧 哦 我刚才还奇怪呢 过去我一回来 小鹿 就立即来找我了 今天到现在还没来 原来如此 秦宇点头笑道 连岩而后便离开了 秦宇则是走到熟悉的训练场上 训练场一旁 有一块块轻蚀 这些轻蚀重量一次增加 最小的只有百斤 最重的却是过千斤 呵 秦宇陡然眼睛一亮 一声低呵 脚尖一挑 竟然将一三百斤的轻蚀 挑飞了七八米高 秦宇伸出右手 仅仅凭借一只手 就将三百斤的轻蚀 完全给撑住了 坚持了近乎十秒钟 秦宇右手一振 便将轻蚀扔到一旁 身穿负重 单手三百斤 差不多是现在的极限了 秦宇心中暗自平定 单手能举起三百斤重物 那一拳砸下去 力量可就恐怖了 过千斤都是有的 毕竟单手举起多重 和一拳攻击的力量 是完全不同的 秦宇如今 如果在面对那个巫团 绝对可以不依靠鱼长剑 杀掉巫团 秦宇身穿负重 走到旁边的沙袋群中央 秦宇周围拳挂着沙袋 一个洞全部动 对人的灵灵要求 可是大得很 砰 秦宇陡然出拳 顿时那沙袋动了起来 一动 全部动 秦宇周围所有的沙袋 都相互撞击 秦宇却是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双拳轻易地砸向 每一个靠近的沙袋 说实话 秦宇此刻的速度并不快 但是却抵挡了 所有沙袋的攻击 这就是身法的奥妙 每一个沙袋攻劲来 都能够引起风的变化 秦宇依靠感应风的变化 轻易抵挡每一次沙袋攻击 实际上 此刻秦宇想快 都也快不了多少 身负三百斤 再让它如同闪电一样移动 那就太恐怖了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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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陡然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 每一个沙袋都被 秦宇一拳砸地爆裂开来 秦宇此刻终于睁开了眼睛 脸上有着一丝满意的笑容 我自创的这门身法 北斗七星月光舞 大成后功效果然不错 秦宇此刻还记得当夜那一战 自己在月光下 用鱼长剑杀死对手的场景 因为这门身法融合 以奇门遁甲七星为击 在月夜之下大成 所以起名为 北斗七星月光舞 此身法大成 不但有奇门遁甲 迷惑对手功效 还可以不受丝毫风的阻力 动作之间不引起丝毫风声 第二集流星类 第二章八年后的秦宇下 一个月后一城池的街道之上 此刻已经是深夜 街道之上没有任何人 如刀寒风 让战于中央的身穿滑服的 好滩不自禁的眼睛眯起来 他全部注意力都在眼前的一个 戴着银色面具的男子身上 这银色面具 男子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束手战于街道之上 那银色面具 当只是露出嘴巴和鼻子 还有眼睛 好滩 好好准备一下 马上我就要出手了 银色面具男子声音 很冰冷冷漠 哦 天网的银牌杀手 什么时候光明正大了 好滩冷笑道 银牌杀手 只有杀死过后天极限高手的杀手 才有资格得到银色面具 可惜 杀手都是藏于暗处偷袭 如果你偷袭我 说不定你能够成功 但是你却当街拦截我 好滩心中有把握 他功力达到后天极限 银牌杀手 一般也是后天极限高手 二人相当 眼前这个杀手 不知道吃了什么药 竟然光明正大的拦截 好滩 这才有信心 事情不妙 什么人竟然和我有仇在 天枉发布了杀我的任务 如果真的这样 那就糟糕了 好滩额头不自禁地渗出冷汗 天枉 绝对的第一杀手集团 历史过千年 势力遍布整个乾隆大陆 根基之深 甚至于连三大王朝都不及 三大王朝 也无法真正搞明白 这天枉的首领 到底是什么人 天枉的实力之强 却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天枉分为内枉外枉 内枉就是天枉 自己所培养出来的杀手 对天枉绝对忠诚 而外枉 则是一些想要赚钱的其他高手 这些高手不想效忠加入天枉 便成为外枉一员 外枉成员 复杂无比 说不定 某个宗师就是其中一员 但是不管是谁 都不知道外枉成员身份 即使是天枉 也从来不查探外枉成员的真正身份 杀手 分为金牌 银牌 铜牌 铜牌杀手 是能够杀手后天中期高手的杀手 银牌杀手 是能够杀死后天极限的高手 而金牌 是能够杀死先天高手的杀手 天枉内枉外枉两大系统 这让他们成为一个极为恐怖的存在 乾隆大陆最大的楚王朝 不过接近100名先天高手 而天枉外枉 就有20多位金牌杀手 内枉之中 到底有多少金牌杀手 没有人知道 但是没有人怀疑 内枉中高手的恐怖 这就是天枉 一个传承过千年 势力遍布乾隆大陆三大王朝的一个地下 超级杀手集团 天枉任务榜上 有自己的名字 好贪这才担心的 准备好了吧 那带着银色面具的男子 淡淡道 好贪立即将全部注意力 集中在眼前的银牌杀手身上 体内内力开始急速运转了起来 时刻准备发出最强攻击 银色面具男子 嘴角忽然微微翘起 那时在笑 残影 银色面具男子 整个人身形竟然出现两道残影 两道残影 一前一后 一左一右 刹那一股气静 就到了好贪面前 头发被吹拂飘起 好贪不自禁地眼睛眯起 好惊人的速度 好贪心中骇然 他只能攻击双眼 才勉强看清一点身形 顾不得其他 好贪对着身前那点身形 开始了疯狂的攻击 腿影遍布当空 袭击向银色面具男子全身 那 好贪猛然感到右脚一阵剧痛 不自禁地瞪眼发出一声惨叫 同时一声骨头咔嚓声响起 同时 好贪整个人被甩飞了 狠狠砸在街道一旁的墙壁之上 银色面具男子冷漠的声音 也响起了 速度还可以 可惜爆发力太差 短短刹那 银色面具男子就直接卸掉了 这好贪右腿脚望关节 哼 好贪单手扶墙 站起 眼睛愿毒地看着眼前的银色面具男子 直立果然强 速度也很快 可惜 想要杀我 这还不够 好贪能够感受到对方直立的强悍 竟然一下子抓破了他的真气防御 真的吗 银色面具男子嘴角再次翘起 同时身形一换 再次形成残硬 好贪顿时眼睛瞪得滚圆 全身气静完全鼓荡了起来 聚集所有注意力 盯着银色面具男子身形 就算寿命大损 也要出那一招了 好贪眼中有着一丝狠意 顿时他脸色开始发青 银色面具男子 似乎也注意到了好贪的变化 却继续攻击 灭魂爪 好贪猛然一声大喝 整个脸都猙獰了起来 双爪急速攻击 向眼前银色面具男子 速度达到一个恐怖的程度 甚至于双爪之间 好贪的灭魂爪更加诡异 论速度 他不如银色面具男子 甚至于连对方手也碰不到 可是 中招了 一股黑色气静 竟然将银色面具男子的双手 给束缚在好贪胸前 好贪兴奋至极 我看你快 你再快有我灭魂 蚕思快吗 你双手被束缚住 你就等着死吧 你怎么没有内力反抗 好贪疑惑 看着眼前的银色面具男子 你高兴得太早了 一道黑光闪过 怎么 可能 好贪瞪大了 眼睛 而后 却是无力的轰然倒下 这爪弓果然奇妙 竟然产生仿佛蚕丝一样的气劲 银色面具 男子除去的银色面具 是一个陌生的男子 这男子身形陡然 一阵霹雳啪啦响动 身体竟然开始长高 脸型也开始缓缓变化 片刻后 一米七五左右的银色面具杀手 竟然变成了身高一米八的秦宇 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 定会吃惊的要命 刚才秦宇施展的是 异形幻骨之术 可以算是异容术的极致 异形幻骨 是通过控制肌肉筋骨 改变脸型 控制全身肌肉筋骨 控制身高 一般只有先天高手 才能勉强用先天真气改变容貌 也就说 外人看来 异形幻骨 只有先天高手才能够使用 可是秦宇从小锻炼的时候 便是要努力控制全身肌肉筋骨 修炼八年 而且还经常吸收内力 融入肌肉筋骨 全身肌肉筋骨的韧性 也达到惊人的地步 单单靠肌肉筋骨 秦宇就能够绊到一行幻骨 多行不亦必自毙 秦宇取了这好摊人头 而后身形冲天起 在一旁仿佛之上 正是小黑在哪 小黑身上正有一小箱子 秦宇将人头放在箱子中 而后便坐于小黑身上 小黑 我们走 秦宇轻逆拍了拍小黑的景象 顿时小黑一声欢快的音鸣 冲天起 坐于小黑音背之上 秦宇俯看下方无边大地 而后抬头感受着深夜的进风 自从那一日大战 秦宇后决定在外战斗修炼 目标大多是一些恶人 过段时间 秦宇加入了天网的外网 杀手名为流星 秦宇选择的任务对象 都是惹得天怒人怨的恶人 如此 一来可以杀死一些人渣 二来 也可以锻炼真正的近身战斗之术 小黑 交了任务 直接回云雾山庄 我们走 秦宇笑着说道 黑音顿时一声音鸣 速度激增 化作一道流光朝东方飞去 从下章起 整整的高潮 就要完全拉开序幕了 第二集流星泪 第三章秘密上 严京城镇东王王府 今日张灯结彩 现在不过清晨而已 而王府之外 已经是车水马龙了 整个楚王朝的富商豪门 贵族王孙都一个个热情地 打招呼 带着贺礼拿着琴帖 进入了王府之中 今日是镇东王三世子 秦宇的成人大礼 成人礼 婚礼在乾隆大陆重视程度 相差无几 与之相比 反而生日却不重视了 当初秦宇十岁生日 只是王府中一些人 稍微庆贺一下而已 而成人礼 却是广发秦帖 甚至于楚王朝的皇帝 都可能要来 在八年前 秦宇的大哥秦峰 成人礼的时候 楚王朝的皇帝相广 就亲自道贺 秦臣 秦峰 秦政 秦宇三兄弟 便一同走到秦德房间之外 向自己的父亲 请安 三兄弟大哥秦峰 个子最高 有近乎一米九左右 身上总是有着一股寒气 脸上含有笑容 只有对自己兄弟的时候才会笑 秦政和秦宇 则是个子差不多 一般身高 而臣 拜见父王 三兄弟 看到秦德 当即丹西跪下 请安 秦德看着眼前的三个儿子 心中一阵欣慰 自己三个儿子 都是一表人才 大儿子 秦峰入武道 不但是军队大将 而且在去年 已经成为了先天高手 也是名声远播 整个楚王朝先天高手 不过百名 能够二十三岁 成为先天高手 算是极为了得的 二儿子秦政管理政治等等 比秦德本人都要精通 如今 东御三郡大小事务 几乎都是有二儿子掌管 至于三儿子秦宇 秦德 将目光投向秦宇 看到秦宇 秦德心中不自禁 有着一丝内疚 外公再怎么修也最多 达到后天极致而已 成不了先天高手 终究是末道而已 秦德心中暗叹 在秦德看来 自己的三儿子秦宇 再刻苦 也不可能有太大的成就了 如果能够到云星 这个级别 虽不是先天 但攻击力也能够抵上 先天前期高手了 可惜 到那个境界 需要三十年 如今宇儿他才修炼八年 还需要过二十年时间 可惜 秦德不知道秦宇 肌肉吸收内力 进步之快 远远超过当初赵云星 估计 你们先起来 秦德笑道 而后看着秦宇道 宇儿 今日是你成人里 是你一生中的大日子 过了 今天 你就是一个成人了 什么事情 都要自己努力面对了 父王放心 秦宇点头笑道 自己面对生活 早在三年前 秦宇就独自一人 带着黑鹰遨游四方了 靠着黑鹰的速度 楚王朝几乎被逛个遍 经历过许多事情 秦宇对于人生 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 好 现在外面宾客已经很多了 你们跟我去招呼客人 秦德说着 便带头出去了 秦峰 秦政 秦宇三兄弟 也跟在身后出去了 当日 镇东王王府 是喧闹之急 一个个王孙贵族 还有什么富豪 都前来道贺 当然 这些人面对镇东王 那是绝对的恭敬 而和镇东王一个级别的 大权在握的王爷 还有二人 一是镇南王 一是镇北王 南域三郡的镇南王木兰 亲自道贺 北域两郡的镇北王上官宏 也是亲自道贺 而西域四郡 是被皇族相家完全掌控 这一次 皇帝相广 并没有亲自来 让他的亲弟弟相朔 前来道贺 九席不知道 摆了多少桌 客人到底来了多少 秦宇是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一点 所收的贺里 整整摆满了两个房间 可以想象客人的多 毕竟举行成人礼的 是镇东王的 柿子 一日喧闹 待到深夜 客人进去 王府 却是宁静得很 密室 这间密室 秦宇过去从来没有来过 此刻已经过了半夜 密室之中 只有五人 秦德 秦峰 秦正 秦宇 还有徐元 五人中除了秦宇 是一脸的疑惑 其他人似乎都是心中有所知 大家先坐下 秦德当先 走在太师椅上 白首对着其他几人道 秦宇等四人 也一个个围绕着那长桌坐了下来 徐元还是握着一把扇子 对着秦宇微微一笑 父王 你让我来 这到底有什么事情 秦宇询问道 到现在 他还是一头雾水呢 秦德平静 点了点头 道 宇儿 你不是一直在疑惑 父王在干什么 在进行什么计划吗 的确 我有不少事情 一直在瞒着你 今天 你十六岁成年了 我就将一些秘密告诉你 秦宇顿时眼睛一亮 他早早就知道自己的父王在进行一些计划 他也疑惑 可是秦德一直没有告诉他 现在听自己父王所说 似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很多 今日父王终于决定要告诉自己了 宇儿 你可知道 在乾隆大陆历史上 是否曾经有一个朝代 统一了整个乾隆大陆 秦德对着秦宇询问道 秦宇一笑道 这还用说 在很久前 乾隆大陆一直是分散的情况 一直到千年之前 整个乾隆大陆才前所未有的 被一统 统一整个乾隆大陆的正式秦朝 秦始皇嬴政的大明现在还如雷贯耳呢 只可惜秦朝太短 统一后百年就分崩离析 秦朝嬴氏一族也被灭得干干净净 秦德微微点头道 今天我告诉你的第一个秘密就是 我们秦家就是秦始皇的直系后代 秦宇只感到自己被一阵霹雳霹中脑袋 一时间傻住了 许久之后 秦宇才稍微清醒点 难以置信看着自己父亲 又看了自己的大哥二哥以及徐元叔叔 可是所有人都看着秦宇 眼中的寒意 秦宇完全明白 秦始皇直系不是姓宁吗 秦宇心中虽然有所感 但是还是问道 秦德摇头叹息道 秦朝灭天下追杀嬴氏一族 我们还敢姓宁吗 改姓秦 也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宗是秦始皇 羽儿 你可知道 我秦家的家传功法原本不是祖龙诀 而是叫始皇祖龙诀 羽儿 记住 我们秦家郎血脉流的血 是和秦始皇一样的血 秦德眼中散发着锐丽的光芒 大局高潮开始 第二集流星类第四章秘密下 秦宇心中不自禁的一阵激荡 秦始皇 在乾隆大陆每一个人的心中 那都代表一个至高的地位 秦始皇不但统一天下 而且本身修为极高 权势与修为 秦始皇都达到极致 那是无人可以攀比的 自己竟然是秦始皇子孙 这如何不让秦宇心中震撼 羽儿 身为始皇子孙 不忘秦朝辉煌 羽儿 你可知道 始皇是如何死的 秦德盯着秦宇询问道 秦宇回忆起 自己从书上所看 道 秦始皇功力极高 据说达到上仙境界 按道理活上千年也是正常 可是后来 却被绝世强者西楚霸王项羽 斩杀 也就是我们楚王朝的 第一任皇帝项羽 对 就是西楚霸王项羽 秦德眼中发出刺眼的光芒 西域四郡是相家的大本营 经营上千年 靠西域四郡发家 开始征战天下 当初上仙级别高手 号称第一的 就是项羽 西楚霸王项羽 不过 秦德冷笑道 不过那西楚霸王在一年之后 也被秦朝的两大上仙高手 合力杀死 经丹岁 坠入江中死去 楚王朝 虽然是西楚霸王项羽开创 然而 项羽自己却没有享受到 和平皇帝的荣华富贵 我们这些始皇后代子孙 要恢复始皇荣光 却不可操之过急 必须选一目标 当初秦朝灭第一 就是因为相家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灭掉相家 夺取整个楚王朝 秦德眼中发出恐怖的光芒 秦德所说 对于秦宇实在太过震撼了 项羽杀秦始皇 灭秦朝 然而秦朝绝顶高手 也联手杀了西楚霸王项羽 否则以当初的项羽恐怖实力 以及相家大军的实力 要灭掉另外两方大势力 一同整个乾隆大陆 也不是不可能 这才造成如今乾隆大陆三分 秦正一手搭在秦宇肩上 秦宇转头看向自己的二哥 秦正凝视着秦宇 郑重道 三弟 我和大哥还有父王这么多年以来 也一直为这个目标努力 三弟 记住 我们是秦始皇的子孙 一定要重现始皇荣光 秦德 秦峰 秦正 以及一旁的徐元都看着秦宇 秦宇看着自己亲人的目光 想了片刻 终于点了点头 五年之后 一切将准备就绪 那时候将是我们秦家动手 到时候定要相加面 一同整个楚王朝 秦德此刻身上自然散发丝丝杀气 眼中的光芒也骇人的很 秦宇听了却皱起了眉头 秦宇也知道 整个楚王朝的格局 一位皇族向家 完全控制西域四郡 控军八十万 向家铁骑二十万 更是的名声远播 第二位东域三郡的秦家 控军六十万 其中的五万猎虎军 更是震慑各方势力 然而秦家 有二十万大军 在黑水山脉 震慑天下第一山贼大本营 实际可用的军队 只有四十万军队而已 第三家族 南域三郡牧家 也有六十万大军 第四家族就是 西域两郡的上官家 共有四十万大军 这是当初皇族向家的规定 每一郡只能招兵二十万 整个楚王朝十二郡 正是被四大家族分割 然而其他两大家族 临近向家 和向家关系却是不错的 父王要灭掉向家 其他两大家族 不会阻扰吗 更何况 即使不阻扰 我们灭了向家 其他两大家族 趁我们力量大减 反而灭我们 那又如何是好 秦宇一下子 就想到了问题所在 秦德微微一笑 秦政却是对秦宇道 三弟 这点你别担心 那两大家族 穆家是对向家忠心的很 不过北域两郡的上官家 却是一个强头草 应该容易拉拢 更何况 我们秦家这么多年来 又岂能只是表面的六十万军队 秦宇却是摇头道 不 二哥 向家既然是皇族 肯定有监察天下的情报部门 我们秦家六十万大军 想要多招军队 如果仅仅多招十万 十万人的粮食 铠甲武器等等 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想要逃过向家 情报部门的查探 这实在太困难了 还有 穆家对向家忠诚 二者向家 就是七郡了 那上官家是强头草 可是这强头草 可不一定投靠我们 毕竟我们实力 还不如向家 秦宇对于 自家一同楚王朝 却是有点不相信 还有 黑水山脉为第一山贼大本营 那些山贼对外宣称是二十万 然而实际多少外人 却是不知道 我们有二十万大军 必须要震慑住他们 否则如此多山贼 一旦犹如蝗虫一样 冲入各地 那东狱三郡就乱了 所以说 我们能够动手的军队 只有四十万 即使暗中有十万 也不过五十万 如何和向家斗 我们猎虎军是厉害 可是五万猎虎军 最多抵上二十三万军队吧 向家的二十万铁骑 可不是吃素的 秦宇又说道 秦宇一下子 找出了很多问题 还有 我们楚王朝内大战 那汉王朝和明王朝 就一定会老实吗 一旦这两大王朝出手 那可就真的乱了 秦宇又说道 说道 这 秦宇自己是无法想象 自己家族如何统一 整个楚王朝的 秦德 秦政和秦峰 以及徐元 都微笑着赞许 看着秦宇 不错 宇儿 没有想到 你大局官很不错 这么短时间 就想到这么多 事情 可是 战争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并不单单是简单的实力对比 粮草作战等等 都很复杂 而且楚王朝四大家族 都不像表面那样 放心 我们秦家准备了数百年 各种计划早已经指定 等到五年之后 你看我们如何灭了那项家 秦德坚定道 秦宇却是疑惑 看着自己父王 他不明白 四大家族 穆家和项家在一起 上官家 还不一定投靠秦家 父王到底凭什么 有如何大的自信 准备数百年又如何 难道准备数百年 六十万大军 就能变成八十万 而且黑水山脉那边军队 还不能动 否则东狱三郡一乱 那可糟糕了 毕竟是自己的根基所在 放心 你父王一切皆已经算到 秦德微笑道 秦宇不知道自己父王心中所想 不过在他自己看来 自己秦家 想要一同整个楚王朝 真的很难 毕竟汉王朝和明王朝 不是吃干饭的 但是看到父王的目光 秦宇心中却是踏实了许多 第二集 流星泪 第五章 流星泪上 秦家作为楚王朝的臣子 数百年一直都没有动手 为何等到数百年后才 决定要动手呢 秦宇想到这点 便看着秦德 疑惑询问道 父王 我秦家这数百年都没有动手 为何一定要五年后动手呢 难道灭了项家 就需要准备数百年吗 如果要动手 应该早早动手了吧 秦宇自然不会相信这点 羽儿 秦德脸上忽然 有着一丝怅然 既然你问了 我也将另外一个秘密告诉你吧 此刻 大哥秦峰的脸 更加冷了 二哥秦正脸上 也没有了丝毫笑容 徐元的扇子 也不扇了 而秦宇也感到 整个密室中的气氛不同了 他心中明白 自己父亲即将说的事情 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秦德目光仿佛能够穿梭时空 声音飘渺 羽儿 十四年前 你大哥过十岁的时候 那一次 你娘她死了 那一天 发生了一起很大的火灾 我过去都和你说 你娘是因为火灾死的 可是事实是 你娘被人害死的 秦德脸上的肌肉 都颤抖了起来 眼中有的只是伤痛与仇恨 哄 秦宇脑袋一阵轰响 脸色陡然煞白 娘 她是被人害死的 秦宇一时间 脑中完全乱了 她两岁的时候 她就没有了娘 两岁 那时候的秦宇 实在太小了 根本记不得娘的影像了 想到娘 秦宇脑中第一时间浮现的是 那幅图像 那幅自己出生不久满月的时候 请画师所画的画像 那画像上一个少妇 抱着一个婴儿 少妇微笑看着怀中的婴儿 那疼爱的目光中 散发出母爱的光辉 当初年幼秦宇 不知道多少次傻傻 站在那幅图像中看 对自己说 这就是我娘 心中将娘的模样 努力记住 许多次梦里萦绕的 就是自己娘的模样 每次在严京城 看到其他孩子 有自己的母亲 秦宇就想要自己的娘 他多么的想要自己也有娘啊 年幼的时候 还一次次在父王身边哭泣 要自己的娘 渐渐的长大了 小秦宇已经不再哭泣着要娘 每次想自己娘的时候 小秦宇就会看星星 因为连爷爷曾经说过 人死了会上天成为星星 这也是秦宇 喜欢看星星的一个原因 现在 当初那个小秦宇已经成年了 而此刻 他竟然被告知 自己的娘 不是因为火灾死的 而是被人害死的 谁害死了我娘 秦宇盯着秦德喊道 眼睛都赤红了起来 唯一的娘 那灵魂深处悸动的情感 脑中的母亲图像 仿佛玻璃一样 蓬然碎裂 一股灵魂深处爆发出的愤怒 瞬间充斥了秦宇整个胸膛 那是恨 那是绝对的愤怒 是谁 到底是谁害死了我娘 秦宇双手肌肉都颤抖了起来 整个人完全激动了起来 秦峰和秦正眼中 也是散发着仇恨的目光 难道 秦宇心中忽然一道亮光闪过 一下子就猜到 一种可能 秦宇盯着自己父王 父王 难道害死娘的人 就是像家的人 对 一定是这样 对 就是像家的人 而且凶手 就是如今的楚王朝皇帝相广 就是他害死了你的母亲 而且这一幕 还是你大哥亲眼看到的 秦德声音冰冷冷漠 整个密室之中 一瞬间没有了丝毫声音 相广 他以为逼死了静怡 再弄一火灾 就神不知鬼不觉 他以为金蝉脱鞘 我会永远发现不了 可是 他不知道 十岁的范儿 当初就躲在静怡的房里 秦德杀意奔腾 那次 如果不是风伯伯 我估计就死了 娘死的真相 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秦风寒生说道 一切都真相大白 所有的一切都清楚了 秦家子孙 虽然是秦始皇的血脉 然而数百年来 秦家坐镇东玉三郡 日子过得 逍遥自在 秦家祖先 有不少人主张过和平生活 毕竟要夺取楚王朝 难度太大 说不定秦家反而完蛋 数百年来 秦家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舍弃目前的生活 夺取楚王朝 然而当代家主秦德妻子的死 让秦德下定决心 所以从十四年前 秦德就开始布置 甚至于启动数百年前的布置 父王 我要戴军 我一定要喂娘 报仇 秦宇看着秦德坚定道 要复仇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是暗杀 第二个 是直接用大军灭了相家 而后轻易杀死相广 暗杀相广 秦宇想到一下就舍弃了 相广可是楚王朝皇帝 身边高手不知道多少 即使先天高手 估计都没有任何希望 更别说他一个修炼外公的了 所以只有加入秦德的计划之中 胡闹 秦德 瞪着秦宇训斥道 你一个小子 也没有学过带兵之术 也没有学过御下之术 你带军 那我当一个先锋 当一个小兵 秦宇立即说道 他明白自己的确对于带兵打仗 是一窍不通 可是秦宇实在无法容忍 自己在一旁无所事事 毕竟那是杀母之仇 先锋 小兵 秦德摇头道 行军打仗 要灭相家 那出兵绝对是以十万为单位的 战斗的时候 人排下来是根本看不到头的 这么多人在一起厮杀 你又能起什么作用 没有先天高手的实力 在千军万马中 连小命都保不住 秦宇 哑然 可 秦宇想要辩驳 秦德 走到秦宇身旁 扶着秦宇的肩膀 与众心肠道 羽儿 你要明白 你是我秦家的子孙 我秦家的血脉 绝对不容有失 你大哥他身为将军 本身又达到了先天境界 我当然放心 你二哥坐于后方处理政务等等 我也放心 你要当先锋 如果你死了 我如何对祖宗交代 我 如何对你死去的娘 交代 羽儿 连任性了 你进入军队之中 只会让父王更加担心你 羽儿 你已经是大人了 要学会考虑大局 秦德凝视着秦宇说道 秦宇心中想了片刻 他明白 让自己处理政务 自己可能会帮到忙 自己去当小兵先锋 或许自己父王行军布阵的时候 因为自己在某个军队中 不得不考虑 反而受到影响 而自己一个人的攻击力 在千军万马中 可以忽略不计 秦宇心中有了论断 自己要加入其中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反而会起反作用 父王 我知道了 我不会影响你们的 秦宇点头道 而后转身直接离开 秦德 看到秦宇如此说 不禁心中一阵难受 秦峰 秦政 以及徐元都站了起来 看着秦宇的背影 秦宇走到门口 忽然定住了 转身看着几人道 父王 大哥二哥 徐叔 我娘的仇 就拜托你们了 三弟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灭掉象家的 二哥秦政坚定道 秦峰也对秦宇 郑重点了点头 徐元和秦德 看向秦宇的目光 也让秦宇完全明白 二人的意思 谢谢 秦宇说完就头也不掉 直接出了密室 来到了走廊之上 此刻已经是深夜 天空有着漫天繁星 深夜的寒风吹的秦宇 不禁有些全身一颤 秦宇陡然转身 看着走廊旁那个房间 在那房间下方 就是密室所在 微微苦笑 而后 直接转身离开了 知道为什么第二集 叫流星泪吗 首先番茄保证 本书不是悲剧 之所以叫流星泪 下一章揭晓 揭晓流星泪的秘密 第二集流星泪 第六章流星泪下 第二日大早 秦宇便独自离开了王府 回到了云雾山庄 同行的只有黑鹰 回到云雾山庄的日子 秦宇训练得更加刻苦 甚至于秦宇计划中 出去接杀手任务的时间 都急剧减少 大半的时间 都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 而秦德得知这个消息 只是苦笑 没有说任何话 半月后的深夜 秦宇从房间中走出 站于庭院中央 陡然脚下发力 整个人一荡一闪 便已经到了屋顶之上 坐于房顶之上 秦宇看着无边星空沉默着 在他的身旁 黑鹰也在静静待在一旁 云雾山庄 处于山腰 秦宇在屋顶之上 甚至于看到不远处的山崖 幽深山崖中 一阵阵寒风吹来 秦宇却是毫无所觉 小黑 我感到自己很多鱼 非常多鱼 秦宇对着旁边的黑鹰 低声道 黑鹰黑亮的眼睛 盯着秦宇看 张开那巨大的翅膀 搭在秦宇的背上 似乎在安慰秦宇一样 仰望星空 秦宇的声音有点飘渺 又带有丝丝的苦涩 在小的时候 我以为父王不关心我 所以我努力的修炼 只是想让父王多陪陪我 然而等我大了后 我发现父王心底是关心我的 只是 他有自己的事情 没有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灭掉皇族相家 为娘报仇 这的确很难 父王 大哥 二哥他们一直在努力 而我 而我一点用都没有 政务我不精通 带兵 我又不会 本身这点功力 在千军万马中 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 秦宇拳头不禁握紧了起来 其实 我也想要帮助父王 其实 我也想让自己有点用 好歹有点用也好啊 恨铁不成钢 秦宇恨自己 恨自己没用 从小到大 秦宇感到自己都是孤独的 秦宇从六岁到十六岁 整整十年中 父子俩相聚的时间 却不超过一个月 他不恨他自己的父王 他只恨自己没用 他现在知道自己的父王在 干什么了 秦宇也想做些什么 他也想帮助自己的父王 可是他真的一点忙都帮不上 对于父王 我或许就是一个累赘吧 先天进见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呢 就我现在的功力进步速度 要达到外功极限 至少也需要五六年吧 秦宇叹了一口气 许久之后 秦宇猛然站起 深吸一口气 眼中闪烁着果决的光芒 大哥 二哥 父王 你们在不断努力 准备五年后的大战 那我这五年 也会努力修炼 至少五年之内 我要达到赵云星老师的境界 达到后天极致 秦宇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价值 人生活在世上 就要有价值 至少在父母眼中有点价值 否则活也是狗活 秦宇不喜欢靠父王的地位 当一个顽固子弟 他想要有所成就 最起码 能够帮助到自己父王也好 乾隆大陆极为的广阔 然而在乾隆大陆之外的海洋 却是比乾隆大陆大上十倍百倍 陡然 无边的海洋 竟然剧烈起伏了起来 没有飓风 没有任何原因 就这么凭空剧烈起伏了起来 同时 整个天地的灵气 在瞬间都震荡了起来 海浪掀起百丈高 而后又轰然砸下 所有的修炼者 都感到天地灵气混乱 一时间根本无法吸收了 秀 天空之中 在半空凭空出现 一极为亮的流星 城直线斜着朝乾隆大陆 急速飞去 甚至于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片刻之后 流星就消失了 而天地灵气 也瞬间恢复了稳定 无边的海洋 也恢复了往常模样 流星 晴宇远远看到一道 流星从极高的高空飞来 当即在屋顶之上 仔细观看 那流星竟然直接朝晴宇的方向飞来 晴宇眼睛一亮 笑道 不会吧 这流星不会直接飞到云雾山庄吧 晴宇可是知道的 一些天外云铁 多是流星 什么落下然而形成的 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个大块的天外云铁呢 晴宇心中暗道 可是让晴宇略微有点失望的是 那流星飞至半空的时候 距离晴宇还老远 就消失不见了 算了 不过能够看到一颗流星 运气也还算不错 晴宇微微一笑 而后从屋顶跃起 想要跳下 可在跃起的时候 晴宇陡然眼睛一亮 那是什么 晴宇隐约看到 有一道微弱的亮光 在西院亮起 不经心中疑惑 晴宇立即朝西院跑去 走到西院之中 晴宇仔细地看向四周 确实没有看到任何奇特的东西 晴宇在温泉旁走了几步 忽然感到地上一阵反光 那是什么 晴宇模糊看到 地面有一水晶一样的东西 晴宇蹲下去仔细看了看 那是一个仿佛吊坠一样的 红色晶体 捡起来放在手上 这晶体是眼泪的模样 血红色的 眼泪模样的晶体 应该是水晶吧 晴宇看着手心的这晶体 心中不自觉地 就喜欢上了这块水晶 将这水晶相装起来 做一吊坠也不错 送给小鹿 小鹿一定很喜欢 嗯 做好的话叫什么呢 晴宇皱眉想了想 而后眼睛一亮 唉 既然是看到流星后见到的 又是眼泪的模样 就叫流星泪吧 流星泪 晴宇很满意 这个名字 晴宇还在胸前微微试了试 满意地点了点头 可是陡然晴宇感到手心一清 刚才那块水晶竟然 竟然诡异地不见了 就在晴宇的手心中 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晴宇不禁瞪大了双眼 见鬼了吗 晴宇心中一阵震荡 她从来没有遇到 这么诡异的事情 手中的东西凭空消失 就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但是晴宇可是万分确定 刚才她的确是找到一个 血红色眼泪心状的晶体 她还起名叫流星泪呢 怎么会不见了呢 难道有仙天高手或者上仙 用隔空摄物之法 直接弄去了 晴宇心中思考着 不对啊 我可是手心握着的 即使隔空摄物 我手也应该感到水晶移动吧 难道说凭空消失 晴宇无法想象了 将一个东西凭空转移而走 那是何等的神通 上仙也不一定有这样的神通吧 而且这样的超级高手 会深更半夜来戏弄我们 晴宇一肚子困惑 在西院之中 困惑的晴宇就这么思考了许久 而后找不到一点原因 晴宇只能带着这困惑 无奈离开了西院 第二集流星泪 第七章一飞冲天上 神清气爽 感觉状态前所未有的好啊 晴宇伸了个懒腰 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墨地晴宇眼中 闪过一丝灵力的光芒 好 开始努力 五年之内 一定要达到后天顶峰 晴宇心中是充满了干劲 当即便开始了 沉练 晴宇身上 可是一直有着三百斤负重 他就这么跑出了云雾山庄 直接朝山脚跑去 从山脚到山顶 再从山顶到山脚 晴宇就这么来回奔跑着 按照惯例 晴宇要一直跑到无力再跑 才会停止 呼 晴宇不断喘息着 一滴滴汗水 从晴宇的下巴滴落 此刻 他已经完全达到极限了 每天如此跑 晴宇早已经知道的极限了 可是谁想 今天竟然比昨天多跑一个来回 而且 他还没有真正的没有力气 虽然 此刻疲累至极 可晴宇却很高兴 今天状态真的很不错 如果天天如此进步 要达到单手八百斤 刀枪不入的境界 估计也不远了 看来老天也是在帮我的 晴宇嘴角不自禁有了一丝笑意 晴宇能够清晰感受到 全身肌肉的反应 他也知道 此刻是第一个生理极限 陡然 一股极为舒服的清流 开始流淌在全身每一处 就仿佛一个在沙漠中的口渴的旅人 忽然喝到了清水一样 晴宇感觉全身达到极限的肌肉 争先恐后地吸收着这清流 晴宇完全傻住了 他能够清晰地感到 原本已经达到生理极限 已经疲劳酸痛的肌肉 竟然快速地恢复着 他完全可以感受到 肌肉的力量在恢复 甚至于还有所增加 怎么回事 晴宇猛地停下 这股清流神秘力量是哪里来的 到底怎么回事 太怪异了 训练八年来 从来没有过的 每次达到生理极限 晴宇就需要努力克服过去 谁想 今天竟然出现一股神秘的能量 晴宇根本感觉不到 经脉中他的存在 仿佛这股清流是无视经脉 直接辐射全身 肌肉吸收了这股清流 也更加有力量了 晴宇眉头深深锁住 心中思考着 为何会如此 继续锻炼 看再次达到生理极限 会是什么情况 晴宇当即再次奔跑 这一次晴宇跑的距离 竟然比第一次还要长 今天的晴宇 晴宇跑的距离前所未有的长 终于来了 晴宇感到自己 再次达到生理极限 虽然双腿在急速奔跑 可是大部分精神 却完全集中在体内 一股能量开始诞生 是胸口 晴宇眼睛一亮 神秘能量的源头 是在胸口 晴宇清晰感受到 这股能量流变全身 是多么的舒适 这种感觉 比在温泉中泡更舒服 比翁贤老先生按摩更加舒服 晴宇猛然拉开了 胸前的黑金背心 眼睛盯着胸口看 淡淡的一道印记 如果不仔细看 几乎看不见 这印记的模样 正是流星泪的模样 晴宇胸前 可是从来没有这个印记的 他自己可清楚得很 昨天泡温泉还没有发现 可是现在却有了 流星泪 昨晚的流星泪 晴宇眼睛瞪得大大 心中的震惊 根本无法延掉 昨天流星泪的突兀消失 就让晴宇吃惊 疑惑许久 可是现在 胸口出现的流星泪印记 却是让晴宇不得不 联想到一个事情 难道刚刚出现的 清流神秘力量 和这印记有关 这印记 和昨天神秘的流星泪有关 晴宇根本无法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晴宇 不是乡下傻小子 他是镇东王柿子 知道 有一些天地珍宝 是会融入体内的 那是超过反品 超过先平的武器 一般上线的武器 就可以融入体内 而一块晶体 融入体内 晴宇没有听说 但是晴宇一想到 刚才发生的事情 晴宇就知道 他转了 极限训练 就是一次次突破人体极限 不过每次突破 对身体肌肉骨骼 都是很大的压力 需要各种方法恢复 晴宇过去坚持过极限后 坚持不住的时候 就需要泡温泉 擦拭药酒等等 来恢复 可是有那股神奇的清流 就不需要浪费时间恢复 可以一次次突破极限 而且那清拳融入肌肉 似乎还增加肌肉能力 天助我也 天助我也 晴宇握紧拳头 眼中光芒凌厉的吓人 老天都在帮我呀 原本以为达到 赵云星老师的级别 需要五六年 现在有了这流星类 两年 估计就足够了 晴宇眼中闪烁的光芒 竟是激动 从小到大 在父王眼中 晴宇一直不如大哥二哥 大哥带兵打仗 而且还是先天高手 二哥精通正五 唯有他这个老三 天生丹田 无法继续内力 罪事无用 然而 那流星类 却是一个契机 改变命运的契机 父王 我不是没用的 我不要躲在你们的身后狗活 我要让你知道 我也是和大哥二哥一样的出色 晴宇心中 响起了最响亮的声音 这一刻 他雄心万丈 好 开始训练 晴宇当即 又开始继续训练了 疯狂的训练 比过去更加疯狂 就是赵云星亲自前来 估计看了晴宇的训练 也会吓傻的 因为如今晴宇的训练 根本不考虑身体承受程度 完全是折磨身体啊 可是外人根本不知道 每次晴宇达到生理极限 那神秘的清流 就会渗透入肌肉之中 让肌肉消除疲劳 而突破极限的肌肉力量 则更加的强 一次次突破极限 这让晴宇的进步 成一飞冲天之势 傍晚 晴宇走回云雾山庄 脸上有的尽是自信 经历了一天 最疯狂的训练 训练量是过去的十倍 还不止 然而到了此刻 全身肌肉竟然又充满了活力 第二集流星类 第八章 一飞冲天下 当夜 晴宇盘膝坐于自己房间之中 每次夜晚 晴宇就会运转 祖龙诀 心法将天地灵气转化为内力 然后人之散发 同时 让全身肌肉开始吸收这些内力 今夜同样 晴宇又运转起了 祖龙诀 只见 一股股磅礴的天地灵气 飞速朝晴宇 身旁旋转 数量大的吓人 因为量太多了 这些天地灵气 竟然形成了青涩的物状 仿佛一层朦朦的清雾 包裹了晴宇整个人一样 晴宇的身影 在清雾之中 显得迷迷蒙蒙蒙的 灵气实质化 传说中的灵气实质化 如果这一幕 被任何一个那家高手 或先天高手看到 都会吓呆的 吸收灵气的速度 自然也代表一个人 修为进步的速度 而达到灵气实质化 这修炼速度 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 传说中 上仙们吸收灵气的速度 就达到了灵气实质化 而即使是先天高手 也无法达到如此地步 现在 却在一个修炼外公的 仅仅16岁的青年身上 发生了 此刻晴宇满脸通红 身体微微震站着 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一样 额头甚至于渗出磕磕汗珠 脸上 表情也显得既是痛苦 又是震惊 而澎湃的灵气 还是不断涌入晴宇的体内 怎么会这样 这么多的灵气 晴宇心中的震撼 无法说出来 当他运转 祖龙诀的时候 天地间的灵气 竟然十分听话地 火速被他吸收 可是这些天地灵气 实在太听话了 太容易调动了 所以 晴宇竟然一下子吸收的 天地灵气 超过平常的十倍还多 难道又是那个流星类的原因 晴宇心中自然想到这个 可是玄机他苦笑 老天 你这是要我命啊 此刻晴宇体内澎湃的 天地灵气 只是并列三人而行 而此刻 却是十人并行 而且是源源不断 不断涌入 可以想象 其拥挤 而晴宇体内的经脉 现在就非常的拥挤 远超过去的天地灵气 完全堵塞在经脉之中 吸收天地灵气太多 也不是好事 现在如何是好 晴宇感到经脉 一阵阵撕裂的疼痛 他努力地想要让这些天地灵气 在经脉中运转 可是天地灵气太多 他控制起来也困难 好比一个教官控制一百人 行动还算轻松 可是让他一个人 控制一千人行动 那就支持不动了 好痛 难道我要经脉禁碎而死吗 晴宇心中苦笑 原本以为 那个神秘的流星泪 是个宝物 现在看来 反而是我的灾难 如此多的天地灵气 足以将我的经脉击裂的 晴宇能够清晰地感到 全身每一处经脉 都发出一阵阵疼痛的感觉 晴宇经脉过去 是因惯了那些量的天地灵气 如今陡然增加十倍 经脉如何承受 经脉完全撑满了 而且还要被挤裂开 一般 晴宇只能看着这一切发生 却没有任何办法 死死 一处经脉 终于承受不住 挤压 撕裂开来了 不好 晴宇脸色顿时煞白 四四片刻周身 一处处经脉 接连撕裂开来 父王 我原本以为 自己还有点用 还能够帮助到父亲 可是现在看来 我依旧是一无是处 晴宇心下黯然 然而面对死亡 晴宇并没有如何的恐惧 如何的悲痛 或许死了 父王会为我伤心吧 晴宇不知道怎么 竟然莫名其妙想到这个 然而 就在晴宇心中 胡思乱想的时候 晴宇胸口的流星泪 再次发出一股股清流 那些清流 顿时流遍了晴宇全身 神秘清流 不知道是什么能量 那些撕裂开来的 经脉竟然被轻松地 再次形成了 而新形成的经脉 也比过去宽阔上不少 哇 晴宇心中震惊 愣愣 看着这一幕 似乎 流星泪 并不是晴宇想的那般简单啊 可是 对于比过去大上十倍 甚至于还不止十倍的灵气来说 新形成的经脉 依旧太狭窄了 过了片刻 随着运转太慢 堵塞越来越严重 经脉竟然再次撕裂开来 这一次晴宇没有泄气 他仔细期待着流星泪的神秘清流 果然 流星泪 没有让晴宇失望 又一股清流 从流星泪中散开 轻而易举的 清流过处 经脉 已能够清晰 感受的速度 迅速恢复 片刻经脉再次形成 此次经脉 比过去更加的宽阔 撕裂 修补 即使你天地灵气再多 经脉 经过一次次撕裂 修补的过程 最终也可以完全承受的 晴宇 最终是成功了 然而那种经脉 一次次撕裂的痛苦 却是比修炼外公的痛苦 更加恐怖 一股股浑厚的内力 涌入丹田中 而后从 四肢百孩撒开 晴宇全身的肌肉筋骨 仿佛干涸的沙土一样 不断汲取着内力 肌肉筋骨吸收地 内力越多 蜕变也越厉害 不过肌肉筋骨随着时间推移 吸收的内力越来越少 两个时辰后 晴宇睁开了眼睛 果然 和我预料的一样 这训练量越大 肌肉筋骨越强 吸收的内力也就越多 前一天我的训练量是过去的 十倍还不止 现在 虽然只是 吸收了两个时辰 可是吸收的内力量 也差不多是过去的十倍吧 晴宇脸上满是汗水 刚才经脉撕裂的痛苦 可是让晴宇全身被汗水湿透了 肌肉筋骨吸收了如此多内力 现在感觉 晴宇双腿优地猛地踢出去 发出风啸声 双拳也不断击出 刺破着身前的空气 现在感觉 全身充满了力量 晴宇眼中放光 兴奋至极 经过了这一天的训练 她完全能够清晰感觉到 自己的提升速度之快 两年 需要吗 晴宇嘴角有着一丝自信的笑容 达到后天极限 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猜测无用 只能经历过真实的训练 用事实来说话 时间流逝 晴宇开始了疯狂地训练 每天的训练量 晴宇完全是不顾一切 完全是冲击着人神经的承受限度 即使先天高手来看 估计也被这样的疯子给吓死了 这样的训练 简直是杀人 穿着300斤负重 双手高举数百斤的巨石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 奔跑上一个小时 而后扔掉石头 穿着300负重 在湖中游泳 游上上百个来回 在这些完全超越人的想象 根本无法理解 这是人所能承受的吗 然而 晴宇却是活蹦乱跳 肌肉一天比一天更加坚韧柔韧 速度一天比一天快 眼神也是越来越凌厉 晴宇一直穿着300斤负重测试单手力量 单手力量从300斤 变成400斤 450斤 500斤 550斤 600斤 700斤 可是随着提升 晴宇的单手力量 仿佛没有上限 后天极限 就单手七八百斤吗 总之 晴宇单手的力量 仅仅一年就超越了 这个所谓的单手力量极限 力量 速度 甚至于全身的抗击打能力 都在不断挑战 乾隆大陆外公的理论极限 晴宇依旧在飞速提升着 没有丝毫减缓的意思 而且 晴宇却感觉不到一丝先天灵气 这说明 晴宇依旧是后天高手 晴宇的后天极限 到底是多大 没有人知道 总之 如今的晴宇 已经无法用常理来推测 我所谓的前所未有修炼方法 太普通 炼体而已 呵呵 番茄所谓的前所未有修炼方法 根本还没有出来呢 现在晴宇的炼体 不过是那种前所未有修炼方法的一个条件而已 看到后面 大家就知道那种修炼方法了 第二集 流星类